上善若水 行善道 念经不让 烦恼搞 戒甲修真 命不好 学习了凡 志气高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巫师节以来 我们种下了多少贪欲的种子 我们被无名欲望所缠绕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逃都逃不出去 师父还说 在生死轮回当中 为了生存 只会不停地继续噪音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童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童修分享道 上个月我在医院做痔疮套渣手术 每个人都痛得受不了 我手术时拼命念大悲咒 我老公也在外面念大悲咒 手术虽然很痛 但并不是痛得受不了 手术后精神很好 不要别人搀扶 就能走路 看到我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 家属都很奇怪 我说我有菩萨保佑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太殊胜了 昨天下午 远在外地的嫂子说 一岁多的小孙子住院十天了 高烧退不下来 着急上火打电话给我 想转院到上海儿童医院看专家门诊医生 我听到消息后说 先求大肆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如我念诵完经文还不好 再考虑转院 我要求他按照我说的去做 让他全家先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我在佛台前 自己给小孩子画了四张小房子 并念诵了一个小时心灵法门组合经文 打电话过去 说孩子已经好了 晚上观察没事 第二天出院 今天接到电话 孩子已经出院了 活蹦乱跳 精神好了很多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太灵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念经一年多 乳房节节消失了 前两次体检都有 复查时也有 这次体检没了 太高兴了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台长 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来修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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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女儿期末考试前 我就开始为女儿念了一张自修经文 每天为女儿念大悲咒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准提神咒四十九遍 念了六十多张小房子 在考试前三天 烧了自修经文准提神咒一张 并让女儿每天念准提神咒 女儿发愿考完试 吃三天素 并带着她去放生 在成绩未出来之前 女儿每天都要念准提神咒四十九遍 我为她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放了九百元的鱼 并且去寺庙度了十多个人 最后 女儿取得了很优异的成绩 女儿更加坚定地念经 因为她知道观世音菩萨会保佑她的 所以她决定以后每天都要念准提神咒 我还要让她慢慢地去念心经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 有的时候很多人 这个学博人要诚实 不懂就不要装懂 有一个笑话说邻居写了封信 向一个富翁借一头牛 那么信到的时候 富翁正在接待客人 过去古时候都是由信差送到他们家的 这个富翁怕客人知道他不诗字 那上面写了要借头牛 他假装装模作样的看信 他因为不知道写什么 一边看一边对送信人说 哦知道了 一会儿我自己会过去的 我们都没听懂了 人家问他借头牛 他说一会儿我自己会过去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唯有觉悟后的法喜 才能拥有真正永恒的快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